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 各位网友 大家早安 今天是2024年的3月31号 今天是礼拜天 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 今天是非常重要的 很特别的一个日子 那么也是个特殊的日子 因为我们经历了一周的 跟随着耶稣基督 在耶路撒冷 他走过的最后的道路 最后的一周 我们叫寿难周 我们也经历了星期五的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这样一个悲痛 那么我们终于迎来了 耶稣基督的复活 那对于基督教来说 对于基督徒来说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日子 今天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 那么他胜过了死亡 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 他复活了 那么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 经文记载着四个婚姻书中 那这个四个婚姻书都有记载 我们今天还是从马太福音 来看耶稣复活的这段经文 那么如果你有圣经 你就打开 没有圣经就听我来读 好 谢谢你们的留言 看到了 这个露目号 有露目号我一会儿给你啊 一会儿我给你这个我们今天聚会的露目号 好 对我们 马上我们就要去教会了 我们今天下午 悉尼风肉怀教会聚会的时间 今天是下午的这个两点半 两点半 我们在五十号 江森 Street 江森 Street 恰斯五 悉尼 欢迎你们来 如果不能来的 那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露目号吗 我们的露目号吗 我看一下啊 是二零二 这个记下 记下 我说你记下 二零二零零三 二二一二 你可以打出来啊 在留言部分打出来 二零二零零三 二二一二 密码是一二三 很简单啊 一会儿我再等我讲啊 这个法律经文跟大家分享完了 我再把它打上啊 好 那么 首先祝大家 啊 部会节快乐 那这是基督教 我认为是最重要的节日 那他比这个感恩节 比圣诞节还要重要 因为 没有基督的复活 那保罗说我们信的就是枉人 我传的是枉人 你们信的也是枉人 那么因为基督复活 这才会成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如果没有基督复活 我们 所传的不过是个人间的理论 不像这个 劝人为善的 这种人间的理论 但是当基督复活了 这个世界会带来一个特别大的改变 给我们也带来了改变 好吧 我们来看经文 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 第28章 最后了啊 我们就从一节看到十节就可以了 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 安息日将禁 这个将禁 就已经结束了 礼拜六是犹太人的安息日 安息日禁 这个禁啊 不是禁 就是他已经要结束了 安息日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安息日将禁 我先把这关上去 好的 那么摩达拉的玛利亚 这个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 就天快亮的时候 就是这个礼拜天的早晨 天还蒙蒙亮 还没有亮的时候 那么这个叫摩达拉的玛利亚 那么受过耶稣基督恩典一致的 耶稣在他身上赶出了七个鬼 那么他和另外一个玛利亚 那个玛利亚应该就是伯达尼的玛利亚 就给耶稣 在耶稣最后的时候 给耶稣 高耶稣的 用香膏来高耶稣的 用他的头洗耶稣脚的 这位伯达尼的玛利亚 那么他们两个来看坟墓 这两个来看坟墓 看耶稣的坟墓 忽然地大震动 因为有主的使者从上边下来 把石头滚开坐在上边 他的相貌如同闪电 衣服洁白如雪 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战 甚至和死人一样 天使对妇女说 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在寻找那定时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 说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里去了 在那里你们要见到他 看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妇女们就急忙的离开坟墓 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 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 忽然耶稣遇见了他们 说愿你们平安 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 说抱住他的脚 耶稣遇他们说不要害怕 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 叫他们往加利里去 在那里必见到我 好吧 那我们这个经文就大概读到这里 我们就来 来分享这段经文 那么这个对于基督教来说 我们为什么要星期天要敬拜神呢 因为这就是纪念主耶稣 基督复活的日子 主耶稣是在星期天复活的 他是礼拜五中午被定在十字架上 就是五正 然后到身处 身处那就是下午三点钟开始 这是身的时间 那这个从五正到身处三个小时 那么耶稣 在那个时候背负了人类的所有的罪战 那么在背负人类罪战的时候 上帝眼面不看他 在那个时候 这个天父 父神和子神 耶稣基督 那他们是分离了在一起 分离了 那么上帝不眼面不看耶稣 不看他的儿子受的苦 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耶稣要承担人类的重担 人类的重担 所以呢当耶稣 沉睡 在坟墓里边 圣经说 按照圣经所说 耶稣 为了我们的罪 死了 那么 耶稣的死 是 完全的死 就是他的肉身的死亡 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要了解 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就是我们信仰的 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个位格 那么他是子神 父神子神和圣灵 圣父圣子圣灵 我们这样说 那么耶稣呢 在定在十字架以后 他礼拜六 就整个的礼拜六 他的肉身是死了的 他死透了 而且是死透了 那有的人怀疑说 耶稣是不是没有死啊 那就昏过去了 然后就把他放在那个坟墓里边 所以呢 耶稣后来就活了 活了趁这个冰钉没注意 他就把那石头推开了 然后他自己就走了 所以就复活了 那么这个说法呢 靠不住脚 为什么靠不住脚呢 因为耶稣呢 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在最后的时候 罗马那个冰钉啊 他用他那个枪 就刺进了耶稣的肋骨 然后那个时候流出来的是血 后来就变成水 人一死了以后 他的血跟水会分开的啊 那么身体就流出来 从这个看到耶稣已经死了啊 那么另外罗马的行刑观 他们非常的严格 如果一个 这个受刑者没有死 那罗马的这个 这个军官的责任就相当之大 他们是非常严谨的军队 所以他们已经 定十字架在当时 是一个很流行的酷刑 所以呢 他们在十字架 卸下来的人 他是否死了 那他们要经过检验的啊 那个检验发现是 真的死透了 他们才把他 这个 从十字架卸下来 放在那里 那放在那里还有一个 就是当这个 约瑟 来 来收耶稣的 尸体的时候 那么 这个约瑟是用高 一百斤的香膏 圣灵记载说 用了一百斤的香膏 把耶稣基督 这个抹上 一百斤啊 那一百斤的好几大桶 对不对 那么他把耶稣抹一层 然后用这个布呢 再缠一层 抹一层 用铺产一层 这是当时的 风俗 习惯啊 对于一个尊重的 尊重的 一个 一个人去世 都会这样的去 去处理 那么就抹 那如果耶稣 没有死 被他 因为他那个包啊 不仅是 圣人包 连头都包 那么 那憋也憋死了 那就不是 就是真的 没死透 那也憋死了 然后呢 又把他送到了 这个 在这个 坟墓里边 在坟墓里边 整个的礼拜五的 晚上 在坟墓里边 安葬 到了整个礼拜六的 一天 那么这个 耶稣基督 他这个 他如果他肉身 没有死透的话 那他也是 出不来的 那圣经告诉我们 当耶稣 复活的时候 他的那个 果实布 果实布啊 就是 一个完整的果实布 在那个世界上面 在他那个 石墓里边 那个完整的果实布 就表示 耶稣基督 不是把那果实布 割开 从果实布里 出来的 他就像一个 蝴蝶 从蚕里 飞出来一样 那蚕壳是完整的 那么 所以耶稣的复活 非常的特别啊 那么耶稣 复活的样式 是什么样式啊 那他可能是 跟过去 不太一样了 因为他的门徒 认不出了他来 那摩大拉的 玛利亚也认不出他来 所以他是一个 复活的样式 那圣经 启示录告诉我们 当人复活的时候 是一个最荣耀的样式 那复活的样式 那基督 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今天 来分享 耶稣基督复活 这段经文的时候 又给我们带来 很多的思考啊 带来很多的思考 那么首先 我们了解说 耶稣的复活 是因为圣经的预言 那么我们知道 那圣经呢 关于圣经 怎么说 圣经 这个 这本书 是一个关于 我们生命的书 关于耶稣基督的书 他用的方式 是用预言的方式 圣经里边 有27%的 都是预言 大概全部的圣经中 就是圣经 有三分之一的内容 是预言的内容 大概有 全部圣经 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 那么这些预言呢 如果 这些预言 把它分成独立的事件的话 它是有737个独立的事件 那如果把重复的拿掉 那么还有590个重大的事件 那所以呢 圣经 这些预言 有多少应验的呢 那么 圣经在这个500多预言中 已经应验了 590个重大的预言里面 应验了570多件 那么就是 还有20多件 圣经的预言 没有 没有这个应验 没有应验 就是 最后这20多个预言 都是关于末世的 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 我们还没看 但是关于 过去的 那么这些预言都应验了 那么圣经里最大的预言 是关于耶稣基督的 所以关于耶稣基督 他是怎么 怎么来的 然后呢 是怎么 怎么死的 他又怎么复活的 那他未来又怎么再来的 那关于这个预言 是圣经中最重要的预言 旧约预言的耶稣基督 这位米赛亚 他要来到我们中间 来拯救人类 那么使人类脱离撒旦的挟制 脱离罪的捆绑 成为自由的人 不仅在今天 我们有自由的生命 我们未来 还会有永远的生命 但是上帝 爱人的一个 最高的表现 就在这里 上帝的爱的 最高的表现 耶稣基督 爱的最高的表现 就是为我们死 所以圣经说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 唯有耶稣基督 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此 就向我们显明了 那么这是一个 最大的爱 这个世界上 你看哈 一个人爱你 他可以给你金钱 他也可以给你情感 那么他也可以给你 友谊 但是呢 这个基督的爱 是给你生命 那这个爱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把耶稣的爱 称为阿嘎佩的爱 就是完全的爱 没有条件的爱 而且爱到底的爱 那是基督的爱 基督爱我们 也是因为神 父神爱我们 所以在以色亚书的 九章六到七节 这个预言 我们知道以色亚书 是在耶稣 还没有诞生前的七百年 在七百年左右 在这个时候成书的 以色亚是 以色列的大先知 那么他呢 就写了以色亚书 以色亚书都是 关乎耶稣基督预言的 这是在这卷书 写在耶稣 诞生前的七百年 就在耶稣没有来 七百年之前 以色列的先知 就预言了 这位米撒亚要来 那么这个 这个现在这个 以色亚书的古卷 羊皮古卷 就存在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 据说是一个 1948年发现的 一个阿勒伯特 放羊的孩子 在那个 一个深山的 深洞 山洞里边 他的羊掉进去了 他为了找他的羊羔 他的冒险 他进入山洞 结果发现了 大量的弹弹罐罐 这弹弹罐罐里边 都是古代的 那些这些人 他们写的羊皮古卷 那么他不认识 但是他觉得这个东西 好像不简单 这个孩子还是蛮聪明的 那么他就把这个拿出来了 拿出来了 组长一看 这了不得 这也看不懂 但是他们就找到了 这些 这个 古文字专家 发现了 这个是 这个七十一 七十四 一本手抄的 那么羊皮上手抄的 以色列书的全卷 那这个是非常重大的 发现 那这个发现呢 后来就放在了博物馆 我在台湾 看到他们拿到台湾来 展览的时候 看到一些的 有一部分 一点点的真机 其他的都是照片 或者是福音件 那我们看到了 这个羊皮古卷 那么在这个以色列书的 羊皮古卷里边 有这样一段记载说 因有一婴孩 为我们而生 那这是在这个 耶稣诞生前的 七百年 就写了 有一个婴孩 这个婴孩 就是指耶稣 我们知道 有一首歌说 马曹的婴孩 是为你而来 有一件礼物 你收到没有 眼睛看不到 但你心会知道 这一件礼物 心门外等候 是为了你 准备别人不能收 听过这个歌吗 那么就讲到这个 马曹的婴孩 是为我们而来 所以在说 有一婴孩 为我们而生 有一次赐给我们 正全力 担在他的肩头上 所以耶稣来了 不是不管地上的 这个政治的 不是的 很多基督徒的误解 所以基督徒 就不要管地上的政治 是不对的 圣经说 政权担在 耶稣的肩头上 那么 他名仓位 奇妙撤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 于平安地 加增无雄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 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万君之耶和华 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在以赛书的第九章 讲到这个 耶稣是 奇妙的测试 表示他的智慧 全能的神 表示他的上帝的 神的位格 永在的父 那么他也 就是三位一体的神 来到我们中间 和平的君 耶稣来了 是把和平 带给我们人类的 所以 而且他的政权 和平安 是在一起的 而且加增无穷 对吧 那么 所以 我们看到这个预言 耶稣也预言 自己会 定在十字架上 他在 这个 对他的门徒说 我要 去耶路撒冷 我要受 文士和 祭司长的害 但是 我要被定在十字架上 但是我第三天 要复活 耶稣也讲了 他要复活的预言 提醒门徒们 跟随他 不是留恋 地上的权势 也不是说 贪图地上的享乐 是追求那 更美好的 更高的 那个 那个政权 那个上帝 掌权的国度 就是 Kindom of God 这个上帝的国度 上帝的国度 以后要降临在地上了 所以 朱导文说 愿意的国 这个 行在地上 如同 行在天上 今天地上的国 都是国在攻打国 民在攻打民 地上的国 都有很多很多的独裁者 他们在屠毒人的生命 那么他们掠夺人的财富 破坏上帝创造的自然 可是呢 当有一天 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 那这些人 都要被审判 所以这就是神的公义 祂的公义 要被彰显了 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圣经信仰的核心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5章 说到 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天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了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 死即是因为一个人而来 死人复活 也是因一人而来 那么在亚当里边 所有的人都死了 照样的 在基督里边 所有的人都要复活 那就是表示说 我们过去没有信主之前 我们在亚当里 什么叫亚当里 就自然的生命里边 在自然的生命里边 自然的生命 具有从祖先来的DNA 从亚当来的DNA 亚当的DNA 不仅是有罪 原罪 亚当的DNA里还有死亡 他活到一个阶段就要死掉了 就像一个这个果子 会掉的 就掉的 但是保罗说 在照样的 在基督里 因为基督复活了 相信他的人也会跟他复活 而且活到永永远远 那就是在基督里 一个在亚当里 自然生命 结果是死亡 一个在基督里边 重生的生命 结果就是永生 那么这两点 我们必须怎么样了解 尤其我们今天信耶稣 必须怎么样了解 我们的这个确据 为什么我们要活出 神样 我们活出的样式 有喜乐有平安 就因为这样的确据 那么这个所以呢 保罗说 如今基督的确 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我们要 借着基督的复活 我们要了解几件事情 那首先呢 我们知道基督的复活呢 就是为我们复活的 我们基督的复活 是与我们有直接的关系的 基督的复活 我们看到说 借着他的复活 我们了解 他是神的儿子 借着他的复活 神也宣告 他是我们的大祭司 我们不需要每一年 再用羊和牛来献祭 因为他一次献上 就永远献上 借着基督的复活 我们称神 神称我们为义 我们称神为父 这是我们新的关系的建立 借着基督的复活 那我们可以确定 确据有确据 我们一定生命会成圣的 我们一定在永恒中有份的 不管今天我们有疾病 有贫穷 这些都是暂时的 所以眼睛见不到的是永远的 眼睛见到的都是暂时的 这个就在基督徒的信息里面 一个升华 那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 我们不惧怕死亡 因为我们知道 当我们为主死 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那美好无比的 而且有天主再来 会把我们带来 我们与主一同复活 那不仅我们坐在天上 我们在地上也掌权 而且我们在地上 耶稣在地上掌权 要审判所有的罪恶 我们跟他一起来审判 这个审判这个世界的 罪恶的时候 不是父神审判 父把审判的权利交给的子 那么由耶稣来审判 而且耶稣不是一个人审判 是跟所有得胜的人 那些穿白衣的得胜的基督徒 一起来审判这个世界 所以有天我们是 怎么说我们是审判官呢 对吧 我们是这个陪审团呢 耶稣在审判的时候 我们都是陪审团的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上帝 给我们的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地位 那么因着基督的复活 我们也有了确据 就是有一天 我们必得在荣耀里 所以若没有基督的复活 就没有人会称义了 若没有基督的复活 也就没有人能成圣了 如果没有复活的话 复活的话 我们也不能得荣耀了 所以保罗说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信的都是枉人 我们传的也是枉人 所以因为基督复活了 耶稣在约翰福音中 也讲过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既然活着信我的人 也必永远不死 这话你信吗 那你信吗 今天弟兄姊妹 你信吗 如果你信 那里人说我信 你给我留个言 你说我信 这个 在复活节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你可以说 我信 就是一个宣告 就是个宣告 因为我们看到 耶稣复活以后 他 有四十天之久 他复活在地上 有四十天 他停留了四十天 不说复活 立刻就升天了 没有 他有四十天之久 这四十天干嘛呢 这四十天 他向门徒显现 他向许多人显现 保罗说 他先向 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 然后呢 向彼得和门徒们显现 然后呢 又向五百多个弟兄姊妹 显现 弟兄们显现 那他保罗说 保罗在写的时候说 哇 这五百多个 耶稣向他们显现的人 至今大多都活着 所以保罗那是有这样的确据啊 耶稣向他们显现 然后保罗说 最后 末了 他向我显现 我就像那个 这个怎么说 这个一个英海一样 他向我显现 所以保罗 确定耶稣的显现 耶稣的显现 那耶稣的显现 首先我们看到 根据圣经记载 他先 最先显现的是 给摩大拉的玛利亚 马可福音的十六章 和我们今天读的 马太福音的 这个 这个 28章 还有约翰福音的20章 都记载着 他最先显现的 那位 看见他 复活的女人 叫摩大拉的玛利亚 那么这些妇女 非常的爱耶稣 耶稣在耶路撒冷 受难的时候 他们哭泣着 垂胸的 然后为耶稣 送行 那时候 门徒们都跑了 就剩约翰一个 在这些 在三个玛利亚的后边 扶着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 那么其他门徒都跑了 但是当耶稣复活了 门徒们全奋行起来了 好 我看到你们留言了 我相信上帝 也会看得到的 我们今天这个 这是个信息的宣告 我信 我信 我信耶稣的复活 对基督徒来说 是你生命的 翻转 那个宗教的阶段 如果你还没有 信耶稣复活 你永远是一个 文化基督徒 文化层面的 说我认识 我觉得基督教 是一个很好的宗教 我觉得耶稣基督 是我的救助 但你没有 相信耶稣的复活 没有经历耶稣的复活 你没有跟他 同死同复活 你还不能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所以呢 我们这个要相信 耶稣的复活 我们生命才能够翻转 我们的生活才能够调整方向 我们生活的哪些 最我们生命中哪些最重要的 次要的 不重要的 最不重要的 我们就会把它 重新的来 有一个厘清 一个排序 过去我们以为重要的 可能你 认识耶稣复活以后 你觉得不重要 对吧 保罗就说 过去以为有益的 今天我都以为有损了 我也为要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 那这个 我可以这个 放下一些所有的 为要得到基督 那这是保罗的宣告啊 所以我们也有同样的宣告 那么耶稣第二项 很多妇女显现 在马太福音28章 那第八节以后讲到根福 然后呢 那一天呢 耶稣也向彼得显现 然后呢 在黄昏的时候 向伊玛五斯的两个门徒显现 两个门徒跑到了伊玛五斯 在路上走 耶稣就跟着他们走 就给他们讲天国的事情 那么他们 突然发现是主 这个他们发现了啊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呢 又在马可楼上 向十个使徒显现 当时为什么向十个 犹大已经死了 自杀了 还有一个叫多马的 跑哪就不知道 那天多马不在 那耶稣后来又单单的 向多马有一次的显现 八天以后 他再向十一个使徒显现 特别是为多马显现 在约翰福音20章 他说多马 你把手伸进我的肋骨 那这个 这个多马就伸进肋骨 主的肋骨是有个动的 有动的 那么多马说 我的神 我的神 我是罪人 那个时候 他认识基督复活的主 是他的主 那么在加利利海边 也向七个门徒显现 然后呢 升天时候 在橄榄山 向五百多门徒显现 那么后来又显给他自己的兄弟 雅各 就是他肉身的兄弟雅各 向他显现 然后最后呢 要在大马色的路上 向保罗显现 最后呢 自在巴摩海岛 向约翰显现 那么在启示录 第一章九到十六节 讲到耶稣的来临 那么我们看到说 我们也感谢神啊 当我们来分享这些 耶稣复活的意义的时候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边 一定要来到主的殿中 来教会来纪念 耶稣基督复活 今天是基督复活的日子 我相信每一个教会 都在庆祝 这个对于我们信仰来说 最重要的这一天 每个教会 全世界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教会 白人的 黑人的 华人的 还是在 这个亚洲的 欧洲的 美洲的 非洲的 我现在在 这个叫大洋洲吧 澳大利亚应该叫澳洲 也叫大洋洲 那我们都在 都在纪念 庆祝耶稣基督的福活 这个礼拜天 被称为salvation 就是庆典式的主日 很多人说 你们为什么不守律法 不礼拜六去教会 你们为什么要礼拜天 基督教不是礼拜六 犹太教是礼拜六 犹太教是靠守律法得救 但是我们觉得守律法是不能得救的 因为人守不了律法 那么我们是靠基督的复活得救 我们靠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得救 所以我们不需要守安息日 我们礼拜天 就是我们的安息日 礼拜天我们来到教会 就是庆祝 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 那么这是一个复活的日子 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 这耶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所以呢 当然有些的这个基督教的教派 还是主张要守安息日 那如果是守安息日 不是把它当作得救的确据 我不觉得有太大问题啊 守安息日是可以的 但是不是因为守安息日得救 我们是因为信耶稣 我们才得救 这点我们要了解就可以了啊 好的 我欢迎弟兄姊妹都能来到教会 我们现在在悉尼 丰收华业基督教会 我们的地址呢 是这个50 江森斯瑞特 然后呢 我们的城市叫Chasswood 在悉尼城北火车站 你就能找到Chasswood的火车站 那火车下来走几步 就到了我们教堂了 非常的近啊 所以你要是在悉尼 你下午两点半 坐火车来是可以的 上午在自己的教会聚会 下午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教会 我们租的场地 就是下午的时间 那么也是很多的弟兄姊妹 可以在这一个礼拜天 有两次的聚会 我们欢迎所有的 悉尼的弟兄姊妹 愿意跟我们一起来 庆祝这个复活节的 可以下午来到我们中间 那如果不能来呢 我们也有不方便的 有在外国的 这个外省的 那么外州的啊 那我们这个也有啊 这个我们 我来说一下 我们这个 Number 我们的这个LUM 也开放 LUM的Number是202 弟兄姊妹记一下啊 202-003-2212 密码是123 最简单的啊 202-003-2212 密码123 哪位同工 手快就给我写下来啊 或者我就 我就给你们写下来好了啊 我就 这个稍微有远一点啊 我用 我用这个 我用这个手机 算我用iPhone 就给你们写下来好了啊 好 这个欢迎弟兄姊妹在网上 也可以参加我们的崇拜 参加我们的崇拜 这个 参加我们的崇拜 那我就把它给你 留给你们啊 这个 大家看啊 现在我就用留言 给你们写上了 我们是202 然后呢 003-003-2212 然后呢 密码是 Number是 密码是123 好吧 这个Zoom啊 Zoom 2020-003-2212 密码123 好 好的 那这个 我看到有些 弟兄姊妹在留言 这个说 詹姆斯 从东京来的 复活节快乐 这位朋友是 都问我 不许复活节快乐 有问 Zoom号码有吗 我已经留下了啊 罗振霜 到这去看啊 后来这个洛杉矶 来的 说 张牧师 平安 祝你远道 传道顺利 好 谢谢你啊 这个 这个说 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精髓 这位说 张牧师早上好 下午我们去你那里 听不到会 渴望见到您 太想您了 愿主与牧师同在 祝福您身体健康 阿们 这个是在悉尼的刘姐妹啊 欢迎你来 刘姐妹 欢迎你来啊 那这个说 不知道张牧师在什么地方 在悉尼恰似五的 悉尼恰似五的 我刚才说了 50号 江森 阿维尼恰似五的 这个不知道张牧师在哪一间教会 我们叫 丰收华夏基督教会 是我们在悉尼的分堂 欢迎 欢迎来啊 这个东京 炼马说 主日平安 今天是复活节 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上下午 上午堂举办 布道会 题目 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这个 做了广告啊 那么 欢迎 在东京的地上 怎么也可以去啊 这个教会好像国际基督教会 好像我去过 挺大的教堂的啊 这个 俄士通 看来是俄国来的啊 主复活了 主复活了 主真的复活了 哈雷路亚 不要惧怕 他写的是经文 是首先的幕后的 又是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是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复活的主 常与你同在 保守堪顾你每一天 平安喜乐 蒙恩得福 感谢主 好多弟兄姊妹在这里留言说 我信 我就不读了 太多了啊 好的 愿神祝福大家 福一切快乐 这个都来到教堂 来到主的殿中 来参加 复活节的 主日崇拜 愿神祝福大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啊 我们这个下期节目再见 不参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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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